我现在所在的是伊朗首都德西兰 据伊朗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伊朗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升至1075人 其中429人死亡 伊朗已经成为了继意大利之后 第二个新冠肺炎确诊破烂的海外国家 为了遏制病情的传播 伊朗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遏制病情的发展 其中包括每天给公德车消毒 启动全民动员计划 近日伊朗的军方也表示 愿意为抗议行动尽一份力 这条街是德海兰北部通向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 平日里这条街基本上会被堵得水泄不通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街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车辆 可以说是完全畅通无阻 我现在所在的是德海兰基本的一个街新公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 依然有一些当地的人在这里选择散步 留弯或者坐一坐 但是呢现在他们之间的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已经非常注意的保持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大概现在应该是在三米到四米之间 当然德海兰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会像这样空空荡荡 首先就是市中心地区 市中心至今为止每天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期也是需要堵车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道路两旁的民众都聚集在一起 有的人戴了口罩 有的人没有戴口罩 因为至今为止伊朗也没有把封城令和强制居民出门的这种措施颁布出来 只是以一种鼓励为主 管控为否一种综合处理措施 希望大家留在家中 我们可以看到道路两班的这种广告牌 平时这些广告牌上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广告 但如今已经全部换成了抗议方面的宣传 我身后的这种建筑就是著名的德黑兰国家博物馆 平时这个博物馆就会有很多的人过来 但是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个博物馆现在都完全关门歇业 目前这个博物馆在此开业的时间 官方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消息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德黑兰这边非常著名的一条服装商店街 我们可以看到两旁的店铺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顾客 都是便室在那里看店 而这条大街上目前的车辆也十分稀少 可以说疫情对于伊朗的经济 和这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超市里面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现在依然是一应俱全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就有大量工夫的存货 然后这边的话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些奶制品 和一些饮料之类的 可以说德黑兰现在的物资依然非常的充足 没有出现民众的强购这种现象 成本是出现民众的强购生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